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再針對中國出狠招 今次就輪到大陸的科技企業了 在香港時間今日的凌晨時分 蓬佩奧就在記者會上公佈了他的大計 這個大計就叫做結證網絡計劃 蓬佩奧就提到了 說美國通過啟動五個新的結證計劃 分別是結證電訊箱、結證商店、結證手機應用程式 結證雲端和結證海底電纜 來擴展結證網絡 以確保美國人最敏感的資料 不會被中共的大規模監控傳取得到 他呼籲所有熱愛自由的國家和企業都加入美國行列 到底這個結證網絡計劃是說什麼呢? 在詳細解釋之前 我們就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要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示對於我們這個節目的小小支持 記得在這條短片下面有個紅色的訂閱鍵 按了之後旁邊的小鈴鐺 按了它 你就會收到每一條短片的通知了 多謝各位益友的支持 好了 我們就說回這個結證網絡計劃 首先第一個範疇 就是結證手機應用程式和結證商店 這個商店就是蘋果手機的App Store 或者Android手機的Google Play 好了 蓬佩奧就提及到 他特別是點名就是TikTok 即是抖音的國際版 以及WeChat即是微信 他說這些母公司設於中國的手機應用程式 對於美國人的個人資料 構成了重大的威脅 比中共用來審查內容的工具 更加不在華下 美國政府希望 將這一堆不獲信任的中國手機Apps 就從美國的商店上清除了它 換言之 美國人遲些就很可能下載不到 這一堆大陸的手機Apps 當然有人會質疑 只是美國人下載不到有鬼用嗎 其他西方國家不一樣下載到嗎 要解答這個質疑很簡單 大家看看美國如何對付華為和TikTok 就可以觀察到軌跡 首先一定是美國發難 然後美國會用它自己的辦法 令到它最親密的盟友都陪它一起發難 包括五眼聯盟其他四個國家 TikTok已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本身只有美國去講它 然後沒多久 澳洲已經跟隨了 就說要調查一下TikTok 究竟有沒有牽涉到國家安全的隱患 再看美國對付華為的軌跡 在五眼聯盟國家以後 就輪到歐洲國家和日本韓國等等去跟隨 所以這次這個結證網絡計劃 除了美國以外 肯定是會有其他國家跟隨 這個絕對是有跡可尋的 此外 蓬佩奧也提到 說美國會設法阻止華為的手機 預先安裝或者下載美國的手機apps 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推進了中美科技脫勾的進程 我又不安裝你的apps 你又不安裝我的apps 在互相排斥的情況下 其實對於美國就沒有什麼影響 因為它的互聯網世界就是完全開放 但是對於大陸就很受影響 本身它的互聯網世界就已經是封閉 要翻牆才能接觸到外界 如果連它的手機apps 都遭到西方文明國家來禁用的話 它慢慢就會發展成為一個互聯網的孤島 第二件事就是對於大陸的科技企業 利潤會很受影響 只是蓬佩奧點名的兩個手機apps TikTok和微信就已經很大劑了 當然TikTok現在就準備賣盤給微軟 有些渣渣 跌落地也拿回炸沙 好過渣渣都沒得剩 如果美國完全封殺了TikTok的話 他那些什麼股份其實都不值錢 因為當他失去了美國市場的話 其實他所能夠賺取到的利潤 起碼少減一半 因為投放在美國互聯網市場的廣告費 就是灌絕全球的 其他地方根本上加起來都不夠美國一個地方多 因為美國的互聯網那個廣告市場 那個網購的市場 是發展得全世界最成熟的了 而且他的消費能力也是高一點的 一旦這些手機apps 是失去了美國這個主要市場的話 他們的盈利能力 就是水瓜打狗不見感一大決 大家試想一下 中國在非洲夠多盟友了吧 非洲人口夠多了吧 而且華為那些手機 就是在非洲那裡很受歡迎的 問題就是 就算那些人真的去玩這個抖音也好 其實對於他的盈利能力 是沒有什麼增長的 因為非洲的網購市場 和網絡廣告市場 又不成熟 而且人均消負能力又低 大家看看華為就知道 為什麼他要打入歐洲市場呢 其實都是同一道理 正正就是這些市場才是最賺錢的 明明非洲才是中國友好 那華為不去非洲那時候 鋪錢5G的網絡設備 那當然不去 又沒有盈利能力 鋪來也沒有人用的 生世勤勞絲芒把鬼 當然很多國家就指控華為 你除了賺錢以外 還有其他目的 是會構成一些國家安全的隱患 好了 講回這個潔淨手機應用程式 對於大陸的APP市 除了TikTok和微信以外 還有那些手機遊戲都很受影響 因為現在的手機遊戲 就不流行給一個價錢 就賣斷了給你 而是很流行免費給你下載了 然後在手機程式裡面 就再賣一些虛擬的道具給你 虛擬的武器給你 然後逐樣來課金收錢 以美國這些人均消費能力這麼高的國家來說 這些手機遊戲就很賺錢 若然美國說這些都是不可靠程式 要下架 那又斷了一條財路 好了 另外還有什麼的潔淨計劃呢 就有一個叫做潔淨雲端 蓬佩奧就說到 說美國國務院會和商務部 以及多個政府部門合作 限制中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例如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 在美國收集、儲存和處理敏感數據 包括武肺疫苗的研究資料等等 其實雲端的安全 之前在香港也引起過一段討論 在去年年尾的時候 有些蘋果手機的用家就出來質疑了 到底你蘋果的iCloud 即是雲端儲存 是不是用了雲上貴州 即是視伏器放在貴州那裡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手機上的所有個人資料 包括手機聯絡人 即是手機的相片、影片 全部都傳到貴州了 當然後來蘋果就澄清說 不是的 香港用戶的資料 其實是儲存在美國的伺服器那裡 才能夠釋除疑慮 所以連香港人都擔心 如果你的資料全部傳到大陸 更加之何況就是美國人 好了 還有一個結證方案 叫做結證電訊箱 美國就說 要收回中國電訊在美國的營運許可 其實這個結證電訊箱 也不算是新的概念 因為較早之前 美國就判斷了很多國外的電訊箱 凡是放棄使用華為5G網絡設備 都會被界定為結證電訊箱 所以現在就整合在結證網絡計劃當中 還有一件事叫做結證海底電纜 這是什麼呢 蓬佩奧就說 美國會與各國合作 確保中共不會透過海底電纜取得數據 其實在6月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作出一個判決 就說 這個跨太平洋的海底光纖網絡 就不要連來香港了 本來就說連去香港那裡上岸 現在就說不連來香港了 連去台灣就算數了 就是因為考慮到美國的國家安全隱患 所以現在又將結證海底電纜 整合在結證網絡計劃當中 當然還有第六件事 這件事已經走了很久 叫做結證路徑Clean Path 蓬佩奧就說 所有與美國外交機構相關的網絡訊息往來 都必須通過可以信賴的5G網絡設備 點名不可信賴的 包括華為和中興通訊 其實就是要把大陸的科技企業排在外 這件事已經走了很久了 在4月尾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所以今次的結證網絡計劃 最主要是結證手機APPs和結證商店 這兩樣是最新的東西 亦是會令到有新一輪的大陸科技企業利益受損的新招數 如果美國這個結證網絡計劃真的推行到底的時候 最終極的效果就是會導致中美科技脫歐 恰巧地 昨晚新華社發布了一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專訪 裡面王毅提到說中美之間要拒絕脫歐保持合作 因為中美利益已經深度交融 強行脫歐將會使得兩國關係受到長遠的衝擊 危及國際產業鏈安全和各國利益 如今蓬佩奧推出結證網絡計劃 似乎是不買王毅的帳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